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的东北创作者一样 大龙做的也是三龙领域 每天分享着一家人的日出而坐 日落而归 展现着东北的风土人情 既然朋友们想知道 今天我们就简单的推算一下大龙做短视频这块的收入 首先我们看一下大龙在西国视频的数据 目前一共发布了1151条视频 拥有粉丝51.4万 认证的是西国视频独家创作人 优质三龙领域创作者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张图片 这条数据是我随机抽取的大龙10条视频 所有的播放量加在一起等于134万 然后我们拿134万除以10 大概就得出大龙单条视频的平均播放量大概在13万左右 大家知道独家创作人的万次播放单价是很高的 一般是在70到100之间 推算大龙的后台数据来看 它的视频不是很长 也就是说它的玩播率肯定是很高的 暂且我们就按照最低的70来计算吧 然后我们拿单条视频13.4万的播放 乘以它万次播放单价的70元 大概就得出它单条视频的收益应该是在938元左右 三年来熟悉大龙的朋友应该知道 它的更新还算稳定 每天更新一条视频 一个月更新30条左右 所以我们拿938乘以30就能得出大龙拍短视频一个月的税前收益 大概是28000左右 然后再扣掉20%的税 还能剩下22000左右 最后我们再拿这个22000乘以12个月 就能得出大龙在今日头条西播视频发布短视频一年的税后纯收入 大概是27万多一点 兄弟们 在这里强调一下 我们推算出来的这个20多 仅仅只是大龙发布短视频得到的视频播放收益 不包括他签订独家的保底工资 以及直播电商这方面的收入 兄弟们 以上的数据只是推算 可能不准确 但是应该也不会差的太多 视频的最后祝福大龙孩子以及家人身体健康快快乐乐 同时也祝大龙在网络自媒体平台越来越好 飞黄腾搭 好的兄弟们 我是小龙 下期视频如果想看哪一个网红大V的收入 请把他的名字打在视频的评论区 关注我 一起学习 互相交流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下期视频 下期视频 感谢观看